这是什么呀 这是农家乐 这是最早的草咖啡豆用的 就我们现在 把生豆弄熟叫烘 那个时候其实它就是草 这个烘焙 有点像爆米花样 大概在1850年左右 都是19世纪 这个它在18世纪 从荷兰 传到德国北部 然后它 这个湖本身 应该是在1910年 1920年左右 20世纪初的时候的 对 特别像那个阿拉丰神丁 然后它 它特别巧妙的 有两个地方 你看这个 做的一个弹簧 小弹簧 这边一个像那种 哨子一样烧水壶 它等做好了它会叫 它就叫唤了 这边 下面是煤油灯 对 这个是用来调节火力大小 当时就算是特别棒的 多功能的这个东西了 这是铜 是吧 铜 这个看着有点新 这个视野很老的吗 它肯定也超过100年 这是我手上就做工最精细的一个磨斗机 真的 嗯 很棒 最特别的点在于它前面这块铜板 哦 哎呦 雕刻的非常细致的一个 地图吗 西班牙语的航海地图 哦 有蚊子 这个很精致 这个是磨咖啡的吧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可以磨一下 还有 还有放了一点豆子在里面 来来来来 来 关键铁 先进这咖啡豆子有了吗 我有放了一点在里面 有 放了一点 黄一博磨一磨 百年了 它还能磨 嚼小焕熊干脆面的声音 好 磨出来了以后 我们从下面的抽屉可以打开是吧 哦 有了有了有了 出了一堆粉 哦 香香的啊 是吗 咖啡香 你就别别别真叫 你就说是 是是是是是 你还问啊 咖啡都来了 对 我刚才就是先用这个磨豆鸡 磨好的粉 用这个糊煮了一壶 哇 对 按理说应该是用这个杯 对 然后这里边我用的是干锅的豆子 在国内应该也是属于独一味 来 国内极少有干锅的豆子 哇 这个喝出来都是百年的历史 真是杯醋啊这是 真是一杯醋 会偏刷 然后偏刷 然后偏刷会比较重的那个 其实用这个壶 它在里面煮的时间比较久之后 其实它会把那个 酸味会泡出来更多 挺酸的 这就是一杯醋着呢 就很多越南产区的咖啡 都是酸性比较重 这甜度好像跟曼特宁比起来 就要稍微的多一点点 是吧 那种感觉 真甜吗 我们听着闻着这酸的啊 要偏甜一点点 每个人不一样啊